欢迎回来新闻棒听商 我是杰明 我是余燕 现主席来到我们现场的 是香港的作家 他做的作家是小说 然后也是通诗也是长笛 及萨克斯丰演奏家 你有时候在电视台也会看到 他正好来到台湾 所以也偶尔上了电视 谈谈他对香港的未来 和香港的期许 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阿玉 大家好 谢谢大家 对他是香港新生代音乐家 而且还是作家 所以他有出了一本书叫做 我做电话投注 每晚都会接到同一个女人来电 这个书名有点长 但听起来就想要看 那因为这一次我们知道 反送中大游行 是从6月9号开始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 也许一个月就消失到的活动 没想到到目前为止 对不起 人数还是在增加当中 那么像8月18号就创造 媒体有人说是300万 有人说是170万人 但是都是历史高的人 但是问题是 怎么会 我想我们今天派 今天找这位来宾应该算是香港人最代表性的 因为这次年轻人都上街头了 而且他是一个香港新生代的作家 那在苹果日报也写连载小说 更是古典音乐的长笛手 原本是要去英国皇家交选业工作的 但是因为香港反送中之后 他决定留在香港 跟大家一起来奋斗 这样听完就很感动了 我先问一个问题 阿玉 在香港反送中大游行 是从6月9号开始 那每周日都聚集数十万人 到上百万人上街头 这件事非常震撼国际社会 你可以跟我聊聊 你为什么决定放弃去英国皇家交响乐工作 而留在街头上前线呢 其实那个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事情 巧合 对 因为其实在我决定去英国的时候 是在去年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有些事情在香港在做 然后就拖到今年的时候 那边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才可以开始去那边工作 然后就在6月9号的时候就发生了 其实不再是6月9号那天 只是在之前那个送中条例 已经在讨论了好一段时期 这是在2月时候开始说的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条例是有一点危险的味道 我抽到 然后在6月之后 之后那天就是第一次百万人的游行 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去游行 因为在香港自从战中之后 这个雨上运动之后 其实很多香港人都会开始觉得游行 是没有多大的功用 尤其是一些我们叫做比较本土派的 比较激进的那些人 比如说梁天琪那半 你拍的人 我也是比较靠近 我的思想比较靠近 梁天琪那半 就是版图派的那些 所以我们就觉得游行 只不过是做 就是共产党不会看的 其实你也看到 现在香港是很多次的游行 也不会看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 不知道 觉得不去也不去也不好 所以就去一下看看能有什么大的寄望 然后我们就看到 哇 为什么那么吓到 因为一百万人是 其实是从来没有过的 香港过往最厉害的一次 就是在2003年7月1号的那次游行 就融到那时候的特首 董建华就下台了 对 但是现在是两倍了 就是多了一倍 那时候50万人 所以就我就觉得 啊 那个时候 我觉得香港人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绝望 还有事情可以做的 所以就 然后就到6月12号 那天就发的第一次的催泪弹 然后就 然后到6月15号 就第一个 我们的意识就 从楼上跳下来 就起身了 就是我们第一个起身 其实 然后就还有其他更多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自杀的 嗯 那个时候 之后我就觉得 我有一个义务去 呃 保护香港啊 还剩下的一些民主 哦 真的 你开始觉得 你这么年轻耶 我这么年轻 我30多岁 30多岁而已 你就觉得你有义务 要共同来保护香港的民主 英国皇家交响乐 这是多少人 想进去的工作 嗯 我们阿玉 是长抵手 非常优秀 他决定要放弃 然后留在香港 跟年轻人一起打拼 这件事听完 我就觉得 我真的 我觉得眼泪都好像流下来 对没错 很舍不得 那结果 所以你流下来之后 你 我看到很多香港朋友 每次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流眼泪 然后我觉得 那是一个集体 整个城市的伤痛 好像 呃 威权主义已经要毁掉了 整个民主自由的那一个香港 可是即便留下来之后 可以跟我形容一下 你小时候香港和现在 有没有不同呢 那即便累积了这么多的怨恨 可是如同你所分析的 共产党不会改的啊 王丹更说 不要寄希望于共产党 共产党不会改变的啊 所以你怎么看待 现在此刻的香港 它跟过去是不是完全不同 呃 其实已经变了很多 香港 常常我们说的 五十年不变 就是一国两制说的话 其实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现在才第二十二年 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们香港的人 其实不太那么关心政治 因为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 呃 他们没有给我们 很太多的民主 但是呃 那个时候 他们把那个经济 跟民生 弄得很好 我们不用担心 买不到房子 其实那时候的房子 还是蛮贵 但是跟现在比 还是太差太远 还是 呃 还有就是呃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的新活 会做到别人的入侵 嗯 可是现在很多 每一天都有一百五十个 内地人会移民到香港 每天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是从一九九七年到现在 大概估算过就是 大概一百多万的 一百多万的中国人 就移民到 到香港 但是香港人才 那六百万的人 就是说大概是 现在大概是 七分之一的 香港人 其实是从 这二十年之间 从 内地移民过来 那他 跟 我们香港的移民政策 跟其他国家是不同 比如说你们的移民政策 也是需要投资 还是有赚才 才可以进来 五百万 你们香港就可以来投资 对对 还是需要是 你还是需要一点实力 才可以移民的 其实全球每一个国家 都需要的事情 但是像香港呢 他们接受的移民 其实都一些比较低学历 还是低技术的 的人 他们来到之后 其实做一些 比较低下的工作 还拿了我们不小的 一些社会福利 比如说我们的公屋 就是一些 政府给香港住的 廉价的房子 但是他们来了之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优先拿 在我小时候 说我们排公屋 大概是 政府就承诺了三年 就可以上楼了 我们说 就是我们可以 不用住那些 私人的房屋 我就去公屋 就可以住公家住宅了 公家住宅 因为公家住宅 是很便宜的 还是行景还不错 但是 现在 我们估算过 比如说我现在 30多岁 其实 很多人在 念大学的时候 我说我自己是没有 但是很多人 念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 就申请这个公屋 其实 就算是你用不到 还是可以排一下 但是现在 我们计算过 大概是 排到50多岁 50多岁 所以要排30几年 对 排到 太夸张了 对 还有就是 真的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还有就是 我们的 那这30年要住哪里 香港房子这么贵 对 就是你们常说的 我们叫做摊房 摊房 就是一个房子 就隔了很多份 摊房 摊房 就是很多 就是分隔了很多份 是 然后就 我们住在一个 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的 租金 很贵 还是不便宜的 比如说 只有两坪的空间 但是还要大概 你们的两万 大概 Oh my God 好贵哦 对 就是民生社区的 小坪数房子的 甚至一个房贷 也差不多两三万而已 是啊 所以香港人是看不到 未来的感觉 对 那但是 我其实帮你很担心 因为这个阶段 是整个 中国的控制 已经来到了香港 甚至做监视器的 就是路边的监视器 也都展开了 一点辨识了 这我们都知道 对 然后我也听说 香港人 比方你要离开 离开香港的时候 比方去中国 你所有的手机 都要交出来 看看里面 有没有反送中的照片 现场立刻三 删掉 并且把你记名字 这样的香港 我个人觉得是回不去了 还有王丹说的 我再讲一次 王丹说 我们不要期待共产党 所以以你们来看 这是一百七十万人出来 你也选择重新回到香港 留在香港 那你觉得香港的未来会改变吗 你们可能回到过去 英国殖民统治的 那一个自由的年代吗 可能吗 那如果不可能的话 你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我觉得 我不会忘 就是回到什么地方 我的眼睛 从来就是放在未来 我们能够去的什么地方 我不管 我只知道 黄丹说的 我们不会相信共产党 不会觉得 共产党会有什么改变 我当然知道 你也这样想 每一个香港人会这样想 因为共产党 就是不可信的 他说的什么东西 你相信的话 你就上当了 对 那我们的香港的作家 宜康 是不是 就写了一个 魏斯里的那个 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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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康说 共产党比鸡女还不可靠 你愿相信鸡女 都不要相信共产党 然后在 在今年的时候 他更正了这句话 他说 他自称 他没有说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是 母弱了鸡女 更独 对 这是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香港不是新疆 不是西装 香港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相对于共产党来讲 还有其他的眼睛 全世界的眼睛都放在香港 比如说我今天在台湾 我刚刚升计程车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电台的广播 就是在说新闻 全部新闻都是从 从旅馆 从到这里 都是在讲香港的 会不会是我们 没有 好 继续 有可能啊 不知道 所以我说 其实看到其他 比如说英国都开始 现在开始在谈 要不要给我们 旧香港人 拥有那个BNO 就是英国海外国民护照 变成了真正的英国护照 政治庇护了 对 这是一个他们在讨论的地方 当然了川普都 他在推特常常说香港 还有就是法国啊 其他的国家 就是非常留意香港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争取的不是 共产党去自己去改变 这个我是完全没有一点的 任何的 expectation 但是我会觉得 我们因为 因为中共 毕竟是想加入这个国际社会 他们加入很多国际的主席 WHO和WTO那些 如果他们真的跟乱来的话 那么他们这辈子也不用想去 就是会进入国际 就永远就会变成了 另一个大一点的北韩 是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香港的出名的新锐作家 阿玉 玉是那个 边界的那个 边玉的玉 江玉的玉 那他本身也是 萨克斯丰跟黑管的 长笛跟萨克斯丰的演奏家 算起来是一个才子 正好在台湾 所以很荣幸能够专访到 阿玉这位作家 但他刚刚讲的 字字都进到我们的新堂里面 到底香港未来要怎么走呢 那已经170万出来了 下一步香港人 要如何拯救自己的未来呢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功课 继续回来 汪杰明 简余燕 新闻 棒银三 欢迎回来 新闻棒银三位 我是余燕 很主持来好问的是 香港新锐作家 也是音乐家 阿玉 好一般来说 你谈到香港 会觉得香港人比较冷漠 你的印象是香港人 跟香港人之间很冷漠 但是他的早餐呢 确实很温暖 你要一个港式的奶茶 跟他的部落包 要 然后你去到餐厅的时候 你会发现外面很冷漠 但是一打开餐厅里面 哇 很热闹 又是央茶 那你要预定 你就是给人家感觉 就是说 其实香港人 虽然很陌生 但他彼此朋友之间 还是感情是亲密的 所以他们常常吃东西 可是我要问一下阿玉 有人说这一次的 香港的送中活动之后 反送中活动之后 香港人跟香港人 彼此的心更联系 甚至有火车上面 互相帮助的事情 而且他们都有 共同的敌人 称之为就是 紧黑四人帮 你可以谈一下 这段时间 短短这三四个月时间 香港发生什么 惊天动地的改变 香港的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在 这个社会运动之里 我们常常会说两不棒派 两个思想 一个是勇武 就是会冲去回警察 警管去冲出去 去跟警察去抗争的那些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合理非和平 理性非暴力 就是比如说 一百七十万人相接 其实我听到的是 礼拜天的时候 对 礼拜天的时候 对 拜十八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 觉得那个是比较和平 没有什么暴力的运动 但是这两个 这两个思想的 棒的人 其实他们平常就是 互看不过眼 比如说你们就是暴力 就是能够让我们蒙羞 还有另外一边就说 你们和礼非什么都争取不到 就是走出来游行 但是在这两下个月 三个多月时间 我们看得到是 那两 这两帮人都弄在一起了 他们已经是 我们叫做 合作 不分裂 因为我们的眼中只有 五大诉求 我们兄弟爬山 就是 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 不同的方法去争取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林郑政府 在他 林郑月娥 女士在他 算 特首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就是We Connect 他想要 所有的香港人都 联起来 这真的 他说到做到 真的 因为香港 飞逼的 因为香港 现在很多的 过往在这几年之内 从雨上运动到现在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分裂了 我们民主派跟本土派 也分裂了很多 很多时候在 自己在 跟自己在吵架 假 但是到现在 我们很多过去 互不看过眼的人 都弄在一起 就是我们都在 合作起来 那同样的道理 我想问一下 这个警黑四人帮 现在在你心目中 是不是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在以前 香港的警察 是执法公正嘛 然后他们不会很暴力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是整个改变 就是这些什么 催泪弹啊 什么东西 到处往香港人民 去发散 所以你们提出一个 叫警黑四人帮 我们分别念一下 就是保安局长 李家超 警卫处处长 如伟 从这都出现在画面上 然后一副就是 事不关锦的表情 还有警务处的副处长 邓炳强 这个印象最深刻 还有警务处副处长 刘叶成 你们怎么看这四个人 我觉得他们这四个人 其实都不是他们 真的在做主意的 他们被迫 那都是谁啊 其实也不是说被迫还是什么 他们就是 比如说中联邦 要他们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 也没有太大自己的意志 好可怜哦 我觉得不可怜 一点都可怜 罪有应得 对 他们决定是 绝对是有罪的 但是他们 是不是他们说了算呢 香港 当然不是了 比如说 如果是没有 他们在上跟上面 比如说林郑 还是他 林郑跟下面的 我不知道是谁了 的一些暗示 或者是同意之下 警察可能会用那么多的暴力吗 不可能的 所以 我可以说 但是他们也是一个 就是犯下那些罪的 亲手犯下的那些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 很多人会说他们要不要下台 林郑有没有下台 我觉得 就算是他们下了台 换了一批 一批新的相去 其实也是一样的 搞得更糟糕 对 间接民主就是这样 你选出来的人 只有是北京的代言人 所以实际上 这个做主的可能就是 那个韩国瑜去过的中年办 也有可能 但是 我们也访问过 雨伞革命的领导者 23岁的黄志峰 黄志峰他这一次在 就很担心 他担心六四可能在香港重业 我们也很担心 那么所以我在这里要请教 我们今天访问的 香港新锐作家 也是音乐家 才子阿玉 我要请问说 那台湾人可以帮你们香港做什么呢 外国人可以帮你们做什么呢 我们在服务公馆那边地下道 已经整个像像你们的连笼墙一样 让我看了很感动 也很难过 因为我很多台湾朋友 面对媒体的时候 讲到香港就会流泪 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这么紧密 可是我们知道说 香港人这一次站上街头 已经一两百人出来了 明星也都站出来了 那何韵师等人 可是出来的时候就是被清算 好像整个香港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你希望我们台湾人 帮你们做什么呢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香港人 每次我们问到说 我们是台湾媒体来采访你们的时候 香港人第一句话都会说 台湾要看我们的英建 千万不要签和平协议 所以你觉得我们可以帮你们做什么 对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选一个总统出来 就是会真正会保护台湾的民主 因为其实香港 硕实的 我觉得是 他的死亡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五十年不变 就算是中共他真的新手 新手这个洛言 这还只是有二十八年 那二十八年之后了 就变成一国一制了 我刚刚听到在这个电台 很好的一句话就是 一国两制本来 本来五十年不变 因为为什么五十年不变呢 就是因为他们 定小平那个时候知道 中国的民主发展 比香港比台湾差 这个是当然了 所以就现在 你就绘持现账就可以了 然后给我们实践 让我们进步 但是他们现在呢 他们说的五十年不变的 就是让你们变成我们 让中国 就是让台湾跟香港 变成中国那样子 那就是死亡倒数 讲得好 所以就 我觉得香港的死亡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台湾不同 台湾你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转整的政府 你们有自己的一个民主 我在前天的时候 到了你们二二八十边 管就是去一些讲话 你们也提到过 你们的民主 是用几代人的鲜血生命换回来的 所以你们就真的要保护 当然了很多人会说 我自己也知道 你们台湾的经济不好 很多人都没有找到工作 还有你们的基金很低 然后就有些人就会说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相信一个走进中年办的人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大财 所以香港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相信过 然后香港就变成现在的样子 如果真的要说台湾的兄弟们 能够帮我们做是什么的话 就是守护台湾这个土地的民主 哇听了好感动 我曾经有朋友这样讲 他认为香港你们这一代 这么坚持这么辛苦 被这么多的烟雾弹攻击 是因为你们上一代香港人走错了路 你会不会怨对上一代香港人 我不会怨对 毕竟我自己也是一个 不是上一代 但是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社会 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同的 因为英国人把我们 就是养得太好了 我们就是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那个上一代的人 几乎都不用担心太多 关于政治的事 所以他们也不懂得 怎么去选择 跟你们不同 你们很 在你们上一代 在上一代的时间 就不断的受到政治的迫害 所以你们的政治的思想 比香港人其实是身手很多 所以现在也不会 不能够去厌恨什么 我们就自己去争取 我们的未来就可以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阿玉 来到节目现场 讲得非常让人感动 台湾人你清醒了吗 不要去相信 走入中联半的人 今天 感谢阿玉来到现场 我们希望香港人 在台湾人到着打招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再见 香港加油 加油 拜拜 拜拜